快點啦 開門喔 開門喔 好幾名便衣刑警來到公寓 大門前對著立面狂敲 要求對方趕快開門 趴下 趴下 門一開警方馬上大聲鶴斥 嫌犯們全都乖乖趴下 因為他們犯下了當街看人案 從監視器畫面來看 當時被害男子行進路口 準備回家 但背後有兩台機車跟著他 可見早有預謀 十月中請雙方在校發生爭吵 昨日由少年B 與零性犯嫌共同騎乘機車 與另一名少年C 往前往發生地找被害人理論 三名嫌犯與被害人 實驗中曾在學校發生糾紛 二號下午五點左右 三人尾隨他來到新莊 終成這理論 沒想到當場一言不合 其中十九歲零性嫌犯 就持刀砍人 另外一名同行男子 甚至拿出辣椒水攻擊 之後三人騎車討來現場 此時辣椒水朝被害人奔殺 另外零性犯嫌的持刀攻擊被害人 造成被害人被捕 及右手臂各一處刀傷 遭砍的男子手部有十公分的刀傷 當場泄流如柱 路人見狀趕緊報警 鎖性包抓後沒有生命危險 警方徐縣鎖定嫌犯 一車追人 將惡煞全都逮捕歸案 近新聞張景涵和坤原採訪報導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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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